中共推销一代,一路邻国民众普遍没好感。中共一代,一路政策提出,以五年过去的声势浩大,如今却产生许多质疑声浪。 有研究者实际走访周边国家,发现邻近国家的居民对一代一路普遍没有好感。 有居民担忧,是被中国经济强势殖民据风传媒报道。研究者是曾在中国定居近十年的台湾人庄欣梅和瑞士及夫婿孟穆轩,Mathas,Mathmo两人在区,八年前就计划编写一本有关中国边界的书。 调查中两人发现边界地区的转型变化比在沿海地区明显,然而边界地区并不像沿海大城市那样。 引人注意,经过五年走访出版了China at its Limits and Empire, it lies beyond its borders,在意中国的极界,一个世界大国的边境形角。 书中指称中国二十年来军事及经济飞快成长,确实给周边国家带来影响。 在缅甸很多人对当地掌握商业活动的精明中国人感到不安,甚至有种被歧视的感觉。 缅甸输送天然气到中国中国的经济优势和两国的能源供需关系,让当地人有了似乎被殖民的隐忧。 在中俄边境,也有一些俄国人向孟穆宣夫妇说,中国人不可套买回去的东西,没多久就坏了他们发现虽然缅甸、哈萨克、俄罗斯这些国家都表示支持,一带一路不过平民百姓,对中国可是几乎没有好感。 孟穆宣夫妇指出如果一带一路是建立在两者不平衡的基础上,要赢得周遭国家,对中国能言行一致的信任才能持续稳定发展。